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王七旅看世界 众所周知,夏天已经到来 很多女孩子都穿上了裙子、短裤 展露出了自己的身材 有不少微胖的女生都感觉非常的着急 于是就将减肥提倡了自己的日程 每天都希望能够减肥成功 但是你知道吗 在美国有一位叫苏珊娜的女人 而她却与我们所想象的正好相反 她希望自己能够胖一下,再胖一下 成为世界第一胖 到现在,她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450斤 看到这个数字 夏天很多人都表示非常的震惊 可就是说一张床上全都是布满了肉啊 虽然说到现在还没有权威的证明 但从她的身材来看 也可以看出她是世界上第一胖了 那些很多人都非常好奇 这个女人到底吃了什么能这么胖 其实,她对吃没有任何的研究 抓到什么就吃什么 到现在她还对自己的身材特别不满意 因为她的最终目标是要达到2000斤 还差着很远的距离 这让她感到非常的不高兴 于是就在不停地吃 不过令人们都感到非常震惊的是 她那么胖 并且吃饭没有任何的规律 居然没有任何疾病产生 甚至各项指标都非常的正常 话说回来 只要自己开心 身体上也没有任何的疾病影响 胖瘦都是无所谓的 亲爱的小伙伴们 对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的老黄气旅看世界就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转发再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